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适合刷又适合抓那么适合刷和适合抓的英雄肯定是最合适打野的啊那我这个英雄呢怎么样适合刷吗不适合那适合抓吗也不适合啊所以很捞但是你要知道捞归捞那你要看谁玩对吧你像我玩的话呢有着丰富的游戏经验的话那可以弥补他的这个捞这就问题不大 那我把我的那个稍微微调了一下啊点雷蛇许能量充盈否则的话会比较的 很明显这个潘森 大的蓝球直接去中了对吧不然他不会那么快去抓中路的 所以我先过来抽他一波你看刚我打了河蟹回复超多对吧 河蟹这个东西不单单有照明的作用他的回复也很强大 像这个时候我反他也是 非常舒服的 你看这个潘森在疯狂的刷 他这个举动呢基本上就也就意味着他这盘 要被我吊打了 因为他舍弃了三波 可以说我刷了三波 他一波都没刷 完成两波gank那这两波gank呢都没有取得实际性的效果 啊所以呢基本上他就 你别看这三波兵非常重要 小细节还是有的啊 把我定住了 这个当面一看就打得不错 但是没什么用 因为我等会 你打得再好 我疯狂针对你啊你没什么办法 我吃个蓝了否则的话我没蓝了 我打河蟹 你看我这个视野就很好啊我视野就很棒 这就是游戏经验对吧 有着丰富的游戏经验如果没有这个眼 那如果他来抓你你就死了 没事我死不了 他打河蟹了 他打河蟹了 这刀面一看就高手不用想的 我们卡特绝对打不够 这个潘森打完河蟹 他的等级还是很低 你别看他拿了红蓝buff 潘森这个英雄非常适合抓 他不适合刷 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一直抓 从头到尾不刷 那不行的 这个潘森几乎 到现在为止就打了两个buff 然后一直在刷 对不对 这样做是不不好的 他马上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他马上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你别急 什么时候呢 大概在 反正十分钟以内吧 你就会发现明显的差距 这个差距一出来的时候 接下来就看我来主宰了 你看我到现在没有抓过人 他的潘森终于完成了一次有效的干客 抓了三刀四波完成了一波 代价太大 代价太大 所以像这种干客呢 4比1 4比1 你用数字 你就 你基本上就就就就明白他的这个 方法是不对的 你做到不说4比1吧 最起码成功的要达到 那根据段位来啊 你段位如果非常高 那你肯定要做到55开 你如果到了很低 你最起码要做到37开是最少的 像我追求的是19开 当然那我根据我的段位来啊 如果哪天我打钻石局或者我打王者局你会发现我也追 追求55开就行 对吧 懂我意思啊 段位越高 你比如说你打王者局你抓个 五把 成功个两把到三把 啊 否则你这个老是抓你4比1你成功率就25%那就炸了呀 那基本上你打到中期就必炸 必炸 因为你没有等级 你没有金币 必炸 你看他只有世界看到没有 他这个就没法打了 他看到我他就得跑 他看到我他就打不过他怎么办他只能让 他一让 哎 那他就出事了呀 你要这波啊刀命 能不能抓抓不死 攀升啊攀升上去了 好我来了 往我这边跑 往我这边跑 我这边跑 跑 这时候Q闪不来 啊 中路管不了了 我这波看看能不能把他拦住 哎呀好 哎呀 兵没没没拦住我靠 没拦住的话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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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森要來了 我就知道你要來插眼了呀 這個他有閃 他出了個武術鞋我靠 我跟他浪費時間了 這號也沒意思了 趕快走 他的中路不見了 看到了吧 我余光少的中路的 回家了 他盼森出了個武術鞋過來救家 他肯定要去打私家蟲 對吧 你稍微的動下腦子就知道了 他這把打完肯定要去打私家蟲 他沒有地方去 因為他中路抓不了 中路回家了 如果他中路沒回家 有可能來中 所以這把我打完肯定要去打私家蟲 打他大鳥之後 蹲他一波 他必定要死 我這麼告訴你 必定要死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遊戲經驗了 你懂吧 而且他打私家蟲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呢 我提前來到這個位置卡他 你看到沒有 就很犀利 他馬上到我數三 三 二 一 出來 很明顯這個人沒有打私家蟲 他為什麼不打私家蟲 因為他的水平過低 過低 不是他沒有打 而是他回家了 說明他的水平不低 不低 這裡面有三層博弈 你在幹什麼 這裡面有三層博弈 三層博弈 第一層博弈是很撈 第二層博弈呢 是不撈打完回家 第三層呢 第二層呢 是不撈打完然後過來打buff 第三層呢 打完之後 小的那邊危險 所以不去了回家 很聰明 但實際上他是四層 他打完之後他沒難了 沒血了 回家了 打不過buff 我的野怪全部刷了 我的野怪全部刷了 絕對不能讓我的野怪停留太久 像這波是必死的 其實是沒有用的 這個潘森帶來個掃描 他意識到紅buff的危險 看到了吧 紅buff少了一下 他意識到紅buff的危險 這個人打得不錯 這盤水晶鞋比較適合我 雖然他們是全AD陣容 但是 控制太多 所以我們出忍者族劇 我先把一輪全部刷完 我先把一輪全部刷完 現在給我刷人我都不刷 你給我刷我都不刷 這時候是中期 補發育的黃金時間 你不能老是一位的抓了 中期比對方多是一輪野怪 那麼接下來遭遇他就不是我的對手 然後你就可以滾血球 所以這個時候說是黃金時間 2800很肥 從上刷到下 對吧 鐵亞瑪德還是比較重要的 2300 那肯定我們肯定輸這個 這個英雄肯定輸這個 沒得想 這波可以適當的入侵了 我們下路的視野非常好 這裡查了個眼 好 我可以選擇卡個視角 從這裡繞他一下 繞他一下 翻身在上路 我看到了 這波他選擇拍我的眼 他膽子有點大 但是呢 他很聰明 他可能感覺到了危險 但是我已經繞後了 這波繞後先給他一個神劍 先來一個 外圈刮 拉 A接 W接 天阿瑪特接 A 接 A E刀斬 拉 接 他就那個刮 他就那個移速走起來 他就那個外圈刮 他這次也跑不掉 所以他一個大招先給這個 劍魔 你看他現在刷野非常的難受 非常難受 完全不是心事 完全打不過 這就是因為他在前期做了太多無謂的幹操 他的大鳥 他的私下衝 都是我的 沒有辦法 他不敢跟我爭 這也爭不過 我去的路 我去的每條路 他都得讓 他不敢跟我證明發生衝突 那他就沒法打 我現在要肉又肉 要輸輸也輸輸 對吧 1675滴血 機動性雖然差了一點 但我是打野 不行我就刷野 我抓你的話都是 就是讓後 海底撈 要么強殺 對吧 所以呢 要這種局面基本上就贏了 東西的話呢 我繼續刷 不用管他 他現在你看 他只能強行的抓 這叫什麼強行的抓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野怪 他主隊上去之後 他只能抓人來 來取得收益 他不抓人他都 白跑一趟 沒有野怪 對不對 那這肯定崩 強行抓肯定崩 他抓不到怎麼辦 浪費了很多時間 為什麼他抓不了 被我抓了 為什麼被我抓了呢 因為我夠強勢 為什麼夠強勢 因為就在中期的解剖 非常重要 我們下路崩了 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啊 像我現在發育好不好 其實蠻不錯 蠻不錯 但是 但是你記住了 中期黃金的發育時間點 一定要保證 你的成功率不說19開28開 是要有的 你出擊10次Gank 要8次成功 兩次失敗 這就可以接受 你比如說這一波 我來他基本上是 很難跑 除非他有雙招 先打兵 外圈刮 吃個藥 你想幹什麼 想好了 想好了 Ajwj 外圈刮 外圈刮 他就那個 天啊 我靠 怎麼會有個拍身啊 這是怎麼出來的 魔術師啊 大衛克布菲爾瞬間移動 弱弱之君 我絕不信 什麼鬼 Rampage 完全搞不懂 殺出一條血肉 他可能早就在草叢裡面拉屎了 但我記得 記得我在裡面 我走進草叢了 並沒有看到盤森 我記得我進草叢了 我好像剛才進去了 沒有看到有人 你看像這種線不帶 你看像這種線不帶 像這種線不帶 都是 非常非常 不好的行為 你打路人局這種線一定要帶 知道吧 一定要帶 你不帶你跑到中路 你看十幾分鐘跑到中路打團 非常的老 你看我都不去看到沒有 你這時候肯定會想你怎麼老是不去中路 打團 十幾分鐘上高地這種行為呢 不太好 即使可以打得過 也不要去 知道吧 也不要去 不要輕的去 你不如分帶來的 更實在 分帶是穩賺不虧 你如果抱團推中的話 有可能會被打回去 你帶基本上是贏了 因為 即使我隊友推不下來 等會我一出現 你比如說像這一波 來往我這裡跑 來 外圈刮 他就那個 W提安瑪特A 外圈他就那個刮去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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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你在 很煩 來給我一個 好 外圈刮 A 誰敢跟我打 你者 A接W提安瑪特 接 A 接 A 接 外圈刮 接 A 一刀斬往前小位移 你想幹什麼 單子有點大 怕不怕 很怕 你看我現在這個打野 非常厲害 我也不幹科了 我現在幹科幹嘛 我就打這種 走過來的戰鬥 我很好的規避了我的一個 短腿的一個 一個不足 這個邊我的不太累抓他這個時候我的隊友去了 這沒必要了 野怪繼續吃完 保持我的發育 作為一個落手打野除了天下馬車你看 我還是能夠刷到這麼多刀子 對吧 所以開局我就跟講了 這個應用適不適合打野 並不適合 因為他 幹科也不行 刷野也不行 但是在高手的玩家 在手上呢 他還是能夠打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對吧 那當然那是因為 我用我的遊戲經驗 和知識 彌補了這一塊 所以呢 大家不要覺得他好像打野 有搞頭很強 並不是 那因為是召喚師比較強 我上去刷 我們準備搞大龍 大龍拿完 我們再推 中路交給隊友 我 刷野為了什麼 你看我一直在瘋狂的刷 隊友推我都不去 其實我要 我現在打路人要做的是幫我的隊友擦屁股 他們現在 這樣推 他們推贏了 我們就贏了 他推輸了 我能站出來 但如果你跟著一起推 他們推贏了 那你贏了 推輸了 你站不出來 知道吧 這就是區別 你懂我在說什麼吧 除了一個巨型九州神能夠快速地打出我的選擇 A接W接 A 接A 繼續刷 刷下 優勢大 不要急 20分鐘大龍拿了一波推 知道吧 你看看這個巨型九州神一出之後 這個選擇打得多快啊 A接W接巨型九州神瞬間秒 我們打波龍 現在3163D血 小3200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知道吧 因為我現在的這個這個血量和輸出啊 一打五問題不大他們五個人打不過我 因為我的大薩斯方 不小心我試一把給你看 他們現在看到我就得躲 沒有任何的角度選擇戰鬥 我現在一個人推他們 這個兩個高地 他們不敢打 只能規避 他只能在旁邊推了3 他只能在旁邊推啊 就他們不敢打 他會被弄 没有一种碾压,你时间那么短,睡不下来的 我就问他在干什么 省剑拉回来,A接W巨型九龙射击,你在 你看看,这个很舒服的 A接W接外牵刮 A接A接拉回来,A接W接巨型九龙射击,接A 输出非常的恐怖 A接A接W A接W接巨型九龙射击,你看我刚才那个巨型九龙射凭几乎看不到 小老板想拿我人头 对不起 虽然没有超神,但我不能死